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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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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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驯改来第一次映 clear 驯劲一定是使以gan não desapareci 订阅 转发 把大型开 散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左ming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规模 正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写故 有一次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續视 再上网语的 多一条命这样可以强行战场等于上了五个亿 那上上村民家经济一次我觉得也行因为现在列势有点大 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了吧分流不可能动物园永不分流 他分过了吗没有这是被人打的对 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出 除非是没牌用没牌用我就抽 不得大死不抽 这个会为什么会思考了如此的久他想好了还是村民家 这个进击仪式不管 对村民家进击仪式比直接进击仪式要多一个一 好因为现在比较劣势 直接 结场 应该不会打脸我觉得对因为二十八血直接结场对我想了想减三个一打脸 还行 是的 写三个一打脸还行不要去管那个村民就是 那个村民实在是太厉害了 一看这个洞瓶的血量二十六那算了结场了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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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双方签五个要在前场打来打去根本就没打对方去 那小鬼那就全上了欧印 三一一吧 没有更好的选择 上小鬼的抽一口机或是等于判对方判自己死去让对方 一 一 一 三一就是叫嚣有点难受 哇 哎呦真这么大上古巨瘫呢 这这要不呢 反正他都崩了 他可能想急切的想找阿古斯吧 对我估计也是哎就来把锤子还是挺卡的 不过没关系有过分分流 我不是先去知识不是分流过牌 过牌变脸没有东西就变脸 就过牌吧 实话武器加变脸的话一回合可以打十二血是吧光一把刀是很痛 就是相当于我还要输出十一点 常常有两点火蛇没有用 我觉得可以骑火蛇对啊直接火蛇剃脸 对啊火蛇可以打六点这个时候 火蛇剃脸就可以了这波 对面肯定要来截火蛇的 对的 不仅截火蛇还得截两个怪 很麻烦的你这个时候要打火蛇就已经要用掉你所有场功了 你还得叫点什么东西 所以上回我打的是不是有问题 反正我觉得应该是多点攻击准次的 这个时候不应该那么大 不应该这么贪你都已经快死了 人家锤子都已经挂起来了 是 还烂你解不掉火蛇 这下完蛋了 关键是还没有阿古斯 这个阿古斯来了也晚了 小智这波应该是被动物园被优势 就优势对局输掉了 感觉是这样 就吃个火蛇吧 现在萨满的形态也是非常的多啊 有打脸萨 有图腾萨 有进化萨 对啊 有各种各样的萨 变化啥对啊 还是挺有意思 萨满现在强啊 没办法 这个版本难道是萨满的天下 萨满天下 以前是战士的天下 上个版本 其实萨满隐藏了挺久的 说实话 也该他红一个版本 哎呦 其实萨满再红 我就希望打脸萨能不能不要这么红 打脸萨太强了 对 好 生一血啊 估计对方也翻不起什么风浪 所以想想算了 所以 打了就打了 28点血 这个 不管怎么样都秒不掉啊 打脸萨严重限制了我奇迹贼系列 一系列的发挥啊 打脸 他限制了所有贫血单位 对 应该这么说 好 自己把自己抽死了 打打 打脸萨从他出来到现在 出来的时候是最火的 反正到现在一直是非常稳定的一套 打脸职业 是 取代了当年的T7列 然后我经常在有人听说说T7列再次崛起了 如果跟打脸萨比较的话T7列还是差了 效率上差很多 对 哪怕是多了帽子戏法还是差一点 效率上差太多 没办 主要萨满的话过牌手段也比较稳定一点 而且就爆发要比猎人更高一些 主要是锤子太厉害了 主要是锤子太厉害了 锤子太厉害了 锤子很重要 就是一个舞费提供这么多输出真的没问题吗 大概是这种 舞费打多少来着 打十六 十六点 而且是稍微一配合就是打三十六了 对 打十六还能配合 他猜下 动物园打恩佐斯 哪一期 看他有战利品的样子应该是 恩佐斯死于其 为什么说恩佐斯 因为他这套骑士本来就要带一些网语 伯丁和战利品 那就干脆再加个恩佐斯吧 后期就很强了 但是他有可能会塞一些就是为了让恩佐斯尼伯格卡塞几张派进去 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影响自己的派进去 我上次打的时候最多就塞个战利品嘛 然后一个女王一个丁丁 对啊 这边就这么多是吧 这边是换掉了一个银色丝虫 因为银色丝虫威胁太大了 希望能找一个二飞的飞刀 小鬼手小鬼首领和飞刀小鬼 那这里就过了 这硬币很重要啊 就骑手说实话说重要吧也没那么重要 就慢慢先跟对方好 平等吧需要严肃至平等一波 灵魂虎 提速吧打骑士肯定是要提速的 他手上有一张利带 所以考虑考虑 要不要拿这个小鬼 我觉得还是拿灵魂虎吧 他拿了个一三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在小鬼和灵魂虎 直接比较纠结 他现在拿了个一三 其实打骑士的时候 可能是他觉得对方奉献了一下 这小鬼就死了 但我是会拿灵魂虎 对 我要博命 他可能觉得拿灵魂虎 手上随虫太少了 万一右手第一张 不过他这么多随虫 根本不怕没随处呢 其实动员全是随虫 法术很少 这里上一个然后撞了呗 强行做成一个二攻 然后对方上去 这张315很关键啊 这个不是城管管得住的 谁都管不住啊 只有平等能解决 好像来了一张末日 对 但末日是不是可以上了 末日的话就 末日回期啊 就直接末日回期 这样肯定是会死的 死是死定的 那直接竞技一试呢 竞技一试 可以吧 四个刚好 直接竞技一试就好了呀 立代 立代这样就好吗 哦立代他是要打脸了 就是立代竞技一试打脸 这样打的话不是很亏吗 感觉浪费了 不是他不交进一试我能理解 因为下回对方可能会奉献 但是他这样打是不是 好的我们现在终于知道敌的 他为什么要拿这件衣裳 防奉献 防奉献用的 对 非常有效 防奉献 这个场面倒是奉献不太好听的 但是其实其实对于骑士而言也没想那么多 反正我都摸到了 等着呗 摸到平等奉献了吗 他那个二分应该是平等 哦是平等是平等 平等加千讯 然后这边禁忌一试 直接穿四那个 把他给穿了 穿了好吧 穿了吧 但是打的伤害也不是四倍多 其实在平等红线一波 把你解了 穿了穿了 这里应该是穿了 因为这张牌很很难用得上 是 既然有机会就肯定是 有战侯赶快丢啊 好了这里平等红线过个牌 平等红线过牌 丢个末日无敌 丢不了 丢不了 没那么多费 丢不了 没那么多费 但是这个对于骑士二人 已经很爽了 因为接下来管你 下回哥奉献加末日 赢了呀 肯定稳了呀 你再铺场 我再奉献就是 反正我少还有鱼 过牌 这个是动物园 没有办法呀 对方有两套 这么样的牌在手 城管 王者 但鱼还没死过 来六条 六条 进击一次 铺吧 再来六只 奉献加末日 大宝剑 封剑 末日一战 好了 这个动物园 看风景 对 现在下回哥就七费了 然后八费 佛丁一上 动物园就已经 基本上炸了 这种局是翻不了了吧 真没办法 没什么翻点 真没办法 因为你拿零七没办法 你肯定是要空过一回合 你空过一回合 对方下一回合随便上来什么 我管管他无所谓随便上来什么 城管严肃师报告 靠谱 他可能是城管阵营圣剑 我觉得 严肃师报告吧 我也觉得是城管严肃师报告 严肃师报告 攻击频率高一点 其实阵营圣剑 没东西砍 那上去干嘛 不是 主要是因为严肃师网上一战 他对方连进击仪式都不敢打了 对 你敢打进击仪式吗 这个局面 我敢打 因为我看到他没有 你除非先把灵魂火 还不甩进击仪式 你把眼神先杀了 那你打击仪式 我勉强还能接受 还不能甩进击仪式 甩进仪式你摸了 帅了 看 有这种局很痛苦的 这种局对动物园 实在是太难受了 惨无人道是一种身心者 信仰圣光吧 佛丁往上一顶 钉钉 这就 那小字已经被 关两个了 又是难道又是一场 反山 又是反抓德鲁伊吗 我靠 这不会吧 今天德鲁伊这么惨吗 这就不知道了 这种事真不知道 海军 海军 然后 拖盾过 佛丁肯定是解不掉的 没什么好说 好消息是对方没撑管 还有个好像是对面没死什么鱼 这里的话小智是要 他在 他站在圣者组打 对方败者组 所以他输一把不算输 他有保 还有两条命 对 两条命 因为圣者组还有两条命 哇 这么狠 要不要这么狠 真的是 好厉害啊 我妈超爱我这张脸 然而我并不要脸 强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打法真的好拼啊 不是一般的拼 我觉得留丁丁 然后解小怪 留海军 这不挺好吗 一定要这么刚烈 非要把海军 这打的真的是太不要脸了 不是我说 好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个佛丁是推倒了 然后旁边这个三四还能蹭一蹭 对奶也没了 是的 然后剑还被顶掉了 因为没摸到奶 下一回合这个王者归来 他是不是被翻了呀 这 我不知道 反正我总觉得 他这手打的是不是 莫非其妙啊 这王者归来只有一个鱼可以冲 对 就冲掉一个 这什么情况这是 这把有点意思啊 不是 他刚才肯定是打的有问题吧 这为什么要管这个海巨人是 拿刀 非常有文气 他牺牲了 多少个攻击频率去做的呀 正常的打 我们是应该保留 你砍一刀 那你还剩下六血 场上有三点攻 对 那意味着对方只要有什么 什么历代呀 什么大哥呀 小字抽的也是好 刚才是直接抽了一个大哥 加一个 哎呦 还来了一个小阮 我的天 好了 这个 血崩 老婆我要回放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海巨人怎么死的 他怎么做的 一出悲剧 真伤眼 真没细看 但是我总感觉 这一刀砍海巨人肯定是 我宁愿拿海巨人踢一脚脸 我也不愿意砍在海巨人身上 是 正确的打法肯定是把杂猫拳减了 对吧 把杂猫拳减了 留一个空障 有个海巨人踢我伏定好了 就今天来看上方选手普遍 有点问题啊 好来了个鱼 没什么用 有个过牌 赶快赶紧过第二个王子会来 然后丢个鱼上去翻了 或者找个经济治疗 先找个经济治疗吧 我觉得 巴内斯 真一圣剑可以拉鱼的 真一圣剑砍脸抱过 没死吧 对方随便抓两个什么东西上来 不就是那怎么办 真一圣剑 真一圣剑 他抓个什么东西丢出来都死了 那还是真一圣剑 随便一个怪都死 啊 他没有否定了 没机会的 是啊 他拉什么都没用 他没有否定了 他否定已经阵亡了 拉个什么有用 没东西 没有墙 而且 他有螺丝吗 拉个螺丝 奶螺丝 拉个光螺丝吧 对 拉个螺丝 拉个螺丝有用吗 没有 这下载车时间没问题 再见 记记 这把没办法 动物园竟然赢了这种比较糊的反 比较糊的 就这个对局其实说实话动物园很难很难赢了 在两波之后 对 然后抓住了一个机会 自己摸的也比较好 大哥 而且他自己也有带小软 他要是当时场面没有这么烈色的话 他也不需要实费强开那个王者归来了 嗯 没办法 这个打到这个局面也是确实双方都没想到 好一个小德内战 好了 那这个德打德的话呢 主要是因为一方觉得自己这个骑士还是后面再上去打萨板去 先得营一把 然后不管骑士哪得还是打这个萨板都还ok 这个棋手 嗯这个你说这边棋手的话应该会换掉一个换掉三张吧只留一个根须啊 我对自己脸一下都没什么事情 我只会留根须 对 就只留一个根须嘛 根须一费可以打 赶紧找成长 全换 他全换 全换 全换也行 因为他是一个后手 如果他先手的话我会留 后手换了也可以的 那换上来并不是特别好呀 这 可以换 如果两抽之内抓不到什么好牌的话 对方就是科技和技艺都领起 先手根须很强 后手更须一番吧 双方已经VIP了对对方楼上已经VIP了 光环得无敌 这个啊上面光环上面赢了这句这句我看过德鲁尼赢了上面那个有光环的 在这个八个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我说实话 我们总算有一个时间可以仔细的品味一下暴雪的这个UI美工了他原来施法的时候是这么一个特效 对吧可能平常大家一看都是一闪而过 现在可以盯着这个光环看半天 哎好想买啊这个光环是不是要充值才能获得以后以后给你出来就什么三十块钱是吧就让你买这么一个光环 说到这个新版本皮肤倒是没出啊就没最近的那个皮肤是萨满那个莫哥 现在好像牧师没有瓦丽拉没有小德没有 还有谁没有新皮肤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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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 你告诉我孤尔丹出什么皮肤 有点难啊 喝药钱 好吧 萨满也很难出一个 萨满倒是能出 萨满有了小鱼人啊 老鱼人 老鱼人 那个不能算 那是个鱼人 在老鱼人面前上小鱼人还有彩蛋 我今天上过 哇 上了两条 说说什么他都忘了 这里想什么呢 咬了 要不然愤怒愤怒是去找一张激活 咬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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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 先手的根须收益巨大 这么打太难了 抓个紫罗兰什么的 还好 激活熊德 激活熊德 冲 冲 冲锋不改 冲锋就算了吧 我觉得 硬币还在手上还别冲锋了 趴下来就好了 因为对方硬币还在手上就不冲锋 硬币不在手上我就冲 管他们 傅根 没什么办法 傅根打熊 那现在上面有点头痛了 我到底是科技能还是过派 哎 这是打错了吧 兄弟 这你为什么打了个一一啊 好吧 手滑手滑 好吧 毫无疑问是打错了 但这里的话上那条海巫就可以 因为下回可以派输 这这这下一回要派输 这怎么打啊 这还 这这局比赛以非常戏剧的方式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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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表示都没法说了 这什么情况 这赶快把这个海巫杀了 这让我想起当年鼠标 可能是鼠标不好 我当年在打比赛的时候 阿古斯一滑也就价格单价了 也很奇怪 或许是光环太亮 哎 两边都光环了 嗯 双方都失法了 双方都失法了 鼠标问题 鼠标问题 应该是手滑 这个手滑了 鼠标也不可能 在故意打 打完比赛 我就把鼠标给换了 嗯 这上个女王已经快要死了吧 就是对方肯定是打脸不管了 对 铺场变脸打脸 就上四费三三二 他去找牌了 要找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都行 他找牌也可以 找牌也可以 找牌也可以 我觉得换我的话 优势这么大肯 我就上四三三加二二 就不上了 然后就往上跑就行 这四个生物让他随便抓 下伙肯定打死 他这里滋养等于是 给了对方一个 喘息的机会 是啊 不过他是知道 对方打了什么 这个根须愤怒的 所以他不觉得 对方能拿一个完整的数据 所以他打一个滋养也 他根须没打完 万一对方是吧 对 女王撞一下便利 把自己拿你完整的一个大数 那就惨 拿了一个惨的大数 是的 总的来说 上面打得 不是特别细啊 感觉 这回合 你还真冲不过去 你还真冲不过去 赢 感觉还是能赢 但是就这回合 在优势无限大的时候 你选择了过牌 你又不是没得选 你要是没得选 你还真冲不过去 他就过牌 他有的选 过牌了 让节奏了一点 其实我在想上一回合 能不能横扫直接扫脸 然后 直接横扫脸 直接横扫脸吗 对啊 然后3322 拿小刀去抹一下 而且 就是 现在 陆队 这边 可以 他可以游戈炸龙 可以祈祷这个导演 对啊 实在不行就游戈炸龙 有别的办法吗 他这里有陆窥 他有双很少 他有陆窥加buff 然后激活很少 他陆窥加野性 然后再激活很少 可以吃掉熊德 扫掉女王 剩一个墙 扫掉龙 对 剩个墙 这个墙是11-4 还有7点血 我觉得可以啊 从上面的角度来说 双很少好像不如陆窥拼命 双很少是解的只剩一个东西 只不解的不剩东西 但是他这个墙也没有做到什么 对 就是陆窥的话 你打不死人家 陆窥的话下活个更好打一点 这样的话就比较保守一点 双很少肯定是能解干净 也行 在哪里解干净也好 变高里 因为他怕直接被扫到脸上死 没什么问题 下一回合可以陆窥熊德吧 既冲锋又嘲讽 实在不行 好 根据 这个激活变灵不变也很好 而且不变的话下活可以陆窥熊德激活 激活 激活上演技 这个就更加具有翻盘的可能性 这样的话 有点保守 这样的话还是要把墙给解了 对 好了 现在上方就是在疯狂的推进 只要摸到一下熊德一冲就完事 这边没什么好说的 陆窥熊德 对 解饶四四 对 死了吧 死了 然后就被人家这个过个墙 他要是留激活会不会好一点呢 就是不要变那个脸 他想的也没问题 因为对面还有个很少没打过嘛 他想多一点血也是 是的 其实我们讨论一下 就很多时候如果逆风到这个程度的话 要不要这一点血 要薄命 对吧 还是要自己 要薄一薄的时候就算了吧 防什么很少都已经快要 就劣势到这个地步了 关键还是我觉得前面下面太抬了一手 直接一个斧根打了个一一 是的 那一手有点 斧根打一一还能打成这样的话 真的是不容易了 是 斧根打了个一一 送了对方一个55 还把自己的根须和愤怒都卖了 是的 那现在的话 实在是亏太子 小智是 已经是两分被别人拿去了 对面只要再拿一分 就先赢他一局了 对吧 然后他因为是圣者组的 好像是他有条命 对吧 实在是这个BO3 这个征服三输了也没关系 还能再打一次 但是对心态影响应该是比较大 嗯 好那继续是小德 然后打骑士 是的 对方也是 胡了 先手更须比后手更须强好 先手更须再成长 现在的小德普遍都是带末日打比赛 看来他们 有想过 对 总结过 带个末日很好用 打快攻打末日 就是打快攻打动物园 对都好用 成长 按照正常这么胡的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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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应该挡不住啊 就这么胡的话 好吧 他挡得住他一个末日 这样抢先手 挡住了 末日小德 我根本戒不掉 而且就让他一会儿还能过牌 对 太舒服 别跟脸咬一下 严正警戒是两费 诶 怎么现在小德动不动就开光环啊 这应该是一个ob的bug 就跟以前那个抉择bug一样 都是小德 就小德这个UI确实是 严正警戒 这里需不需要硬币上一个战利品呢 他觉得这回不严正警戒 想上鱼吗 我觉得还是严正警戒吧 这上鱼也可以考虑 因为他手上有第二条鱼 可以考虑考虑 那我觉得还是过牌好 其实我的想法是 我这个战利品我都不上 我下回直接3加2 充一个4公斤 很可能是可以推到东西的 熊德架强 这叫熊德了 一定要架强吧 熊德然后变脸 反而移持 然后对方撑管 这是防针银身剑的一个打法 没问题 好了对于这个骑士而已的话 这个局面很OK 没什么压力啊 暂时还没有 信仰趁光 先趁光管一管 对方再上一个 这个熊德要冲锋了 派他去解决问题 冲锋打零 冲锋吃三三摸一下脸 严肃是平等是不是已经到了 没错的话 应该是 这边就愚人愚人吧 然后摸一下就行了 这个倒着看的话 有点看不太清楚啊 视频的严肃是平等 已经到手了 哇小德已经很顺利啊 其实这小德真的已经很顺利 但是没什么用 嗯 平等 可能还不用叫平等 现在其实他可以上个什么 对不用平等上个海马骑士就可以了 象牙就行了 对象牙其实 上个象牙就行了 不管 在想什么呢 在想打脸还是解 不不太可能 解这个鱼好像有点亏 就是出于何种考虑才会去解这条鱼啊 有点亏 这样的话是对方肯定歧视的 本来还有可能考虑一下 那就 考虑都不考虑 那就神圣愤怒 我的推荐是王者 神圣愤怒不太好 王者 但虽然神圣愤怒有时候打十 他这边可能过到低费的东西 五费不好猜 四费也不好猜其实 我想像五费不好猜 五费好猜吧 五费好猜 对啊 就只有两张 对啊 就只有沿着你结合这个玩意儿 对啊 没有还有一些五费随从 拿不到就哪里只有法师啊 对啊 那感觉这两张威胁都不是很大 对 加五没什么 还是四的好防的 加四还是有点的是吧 对 凤线啊 飞锤啊 对 王者 还什么银月城 现在 晓得没上螺丝啊 这首次叫做防平等奉献一套 是 不过他一直也给不了对方 其实太大压力 给不了压力的已经 手牌然后自己耗光了 其实表示无所谓 慢慢来 两个大会 加二加二小 是一波平等风险 崩了 这个终于打脸了 终于打脸了 打脸 这我唯一就是觉得有点质疑的就是那个四一是不是应该考虑打脸 四一 对 那一回合不会解鱼人对吧 对啊 这回合已经有强力在前面 我解鱼人干嘛 这去打这个死鱼类型的其实还是无标题 鱼人他自己都会去死的 他会自杀的 关键是对方冲锋鱼都已经冲了一条 那波感觉 这你出光螺丝就要炸了 不会吧 末日出末日更烦 不不变脸就可以了 变脸还是挺烦的 我觉得变脸就可以解掉了 挺烦的挺烦的 这也烦 我觉得零七更烦 零七的末日太烦 一末日我最开心了 因为没有否定啊 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很烦吧 下期是全在自己手上上小软 不说如果你要出条鱼比较 对出个一的冲锋鱼好像比较热 这个时候 尤格萨龙到了 不管怎么说 怎么办 有机会 上紫囊变脸 变脸咬一下佛丁上个紫囊 嗯 我们算一下 他死了两个三三 一个二乙 现在是这样 对吧 对 对 两个三三一个二乙 两个领军一个成功 就是一个现在是个六公鱼嘛 这个罗斯最好是结场 好 结了 好 来了一个传说中的奥达曼 那就管他买象牙吧 对 啊 啊 他想这样子截掉螺丝啊 我觉得可以象牙啊 就奥达曼象牙就可以了 留一个折蓝 你先象牙看一眼 对吧 如果你实在不是那么的啥 我象牙看一眼 没人可以 啊 他要这样子 那万一砸错一怎么 这样子也完全可以 呃 砸一的概率很小 因为他这套牌可能没有千讯 因为没有磕多就没有千讯 也行吧 这套牌他这么打的话就说明他自己懂他的套牌嘛 但是他知道他可能没带千讯 没带低费的牌 肯定可以打三 嗯 一二 三四 这里 我们 对我们没有技术器也不知道一共能放多少个 啊 我应该挺多的 不多 快没了快没了 不多我觉得不多 就十个不到十个吧 对不到十个 这个还好 打了个四 打了个五有点伤 你看就这样没了 很短的 好像才五六个 六个 他这一路都是打一拍一的没用法术的 关键乌鸦神像这种的刷法术的牌他都没摸到 是 哦可以投了 会不会就女王有没有一点翻盘点 也没有了 也没有没有翻盘点了 因为一下后对方王者跪了一套 打脸的话你没法解了 乌鸦神像找斧根 然后女王 然后被砍 那就滋养 滋养吧 还有什么办法吗 好像没有 先上个女王 滋养招斧根 他要死了吧 厂攻是十一十一加五十六十六再加王者归来 六点 没死 没死可以打 但奶生是他赢不了啊 其实现在其实无所谓的 反正下一回我还能再拿一口 光罗斯真是变态 是啊 我来两口十六血 光罗斯强度比罗斯强多了 强多了强一点 强多了 光罗斯的强度是真的很吓人 想当初这个牌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很不喜欢他 你暴雪怎么可以这样乱来 但是他真的是一张强牌 这里要不要考虑上个末日啊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阶段的话 肯定是乱战 其实这里是不是可以考虑上个末日 我觉得 因为你这个女王想反场 略困难 太难 这里其实可以拿个忏悔 我反而有奉献你再压什么大怪我也不怕 银月城可以回事啊 银月城吧 直接回事 然后加个buff打脸 下火准备叫杀 我是觉得小的这边 只要打了一个萨龙 再怎么爆发 没有十八点 根本十三点 肯定爆发不出来 根本不慌 重新挂一把阵营圣剑 准备下火斩杀 是 就在你解干净我也可以打死 是 所以我觉得上火和女王末日一起上比较好 光靠一个女王想处理 那个场面不可能 太困难 就是在上个末日的话 对方至少浪费大量的tps 可能会浪费一个光螺丝一脚 这是 对啊 就光螺丝可能会提个零起 这样的话自己血量就还可以 来解决问题 就理想中最好的结果 肯定是我抢个先手 我滋养我过来 符根之余女王拿光螺丝 有信念 输了 信念 没拿到 光螺丝 没拿到 拿了个小软 哎呀 因为导播说 他是胜者组优势他赢的 那这局是不是该说 哈哈 拿光螺丝是有一点点可能翻的 好的 那也没关系 反正小致的话 他还是有一条命的 对吧 所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面一场比赛吧 不休息直接开始进行 对 因为他是第二条命了 他没打完 就是喜欢这种节奏 他们都没打完呢 人家都没分出胜负 你就让人家休息 那这样子 不好意思 中场休息一分钟 这个好像没有休息 应该会直接第二把吧 对 两个选手都非常的急不可待 肯定不会那啥子 生死命运攸关嘛 这局是因为小致辅根了一个1 要不然 对吧 一系列的后果 还有希望上一局 一系列的后果 辅根1之后的蝴蝶效应 那这样不管怎么样 双方成了同一起跑线 就看谁晋级的 是的 牌组是不会变的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那我觉得他那个奶奇 根本没有带恩佐斯啊 带不带不一定 看不出来吧 他没过几张牌吧 没带没带 你看他女王都从头到尾 我们看了这么多局 一张都没出现 然后牛什么的也没有 小牛大牛都没有 这个猜不透的 我记得他带了一个谦逊 所以他很可能是没有恩佐斯 恩佐斯奶奇的话 他只需要一张女王 所以他那个回合打5费 这个神神愤怒的时候 我都说如果打了1怎么办 因为他是有谦逊的 所以我那回合 我记得他出不谦逊的 是前面出掉的 然后后面一个是变小的 是用的是奥尔多 对吧 所以说 好这边双方准备战第二局 搬选的话 诶 多出了一个奇奇怪怪的 贼 贼树德 对战对方的 换职业了 就换了一下职业 萨奇德 他把什么换得 把萨满化掉了 哦 对 他是不是把萨满 这个变化有点大了 萨满化掉了 萨满化成贼了 对 他贼打骑士 得 还可以 但是打萨满的话 我宁愿去打龙战 首先这个贼 到底是个什么贼 还是个问号 是的 嗯 贼的形态 打比赛的话 不多的 基本上以奇迹贼为主 对 不多的 不是奇迹贼 那就是他自己有心得的一套 随从贼 王与贼 不是奇迹贼就是王与贼 对王与贼还可以 王与贼就是随从贼的代表 先是我们看一下动物园打脸上 哇 如果动物园 那这个排兵不正常动物园是占了一点优势的 抓到了 看对面换牌吧 这两张实话其实不太好 他已经换了吗 那有点惨 两张实话取手 啊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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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是留了一个实话的 留了一个实话 留了一个银尺 小 对 看对方是术实 留了都留牌挺ok的 好了 上 一个 上一个吧 上一个虚空行者 我这里可能会上1上队 虚空行者 你是不是上帝视角了 有可能 但是我一般情况 碰到这种情况 我会上一一圣盾 上虚空行者的话 有可能被对方叫嚣 诗话解掉 我觉得上个虚空行者 骗个词话武器 这波不亏 我是特别怕对方 什么叫嚣 加一个天师 直接把我打崩盘 除了无数次的 我就要么 第一回合 要么一一圣盾 要么小鬼 要么练小鬼 要么一一网 村民 这个一三 一般情况下 都是属于被动去上 主动去上 实在太亏了 考虑考虑吧 到底是上 银色是从 还是虚空行者 虚空行者是 比较贪的打法 因为看上去 我可以玩虐他 是 有可能当到的 看上去对 稳一点的话 就是银色是从 小智想了想 我们现在都已经 同一起跑线 稳一点吧 稳一点啊 稳一点 肯定是上 一换一 反正一换一 哇 这里二飞摇图腾很伤 很难接受 我竟然摇了个图腾 他这边是 深渊魔物 这个海峡图腾师 那个版本 所以慢一点 是有可能 跳 好了 为什么 从来没有建议 他直接跳二飞 就是因为 有两个三飞 我一定要跳 叶色真语言 最强着一波 下回合 禁忌一次 天使来 禁忌一次是打 这里放中间吧 看看也没有火手 没放中间 放歪了 马桶 海象人马桶是 还是可以的 哇靠 海象人马桶师 是被称为 海象人最强 最强之师 我觉得打动员三四 特别好 三四特别强 哦对对对 打动员三四 也就是神一样的牌 我觉得 只要不出基础图腾 都是好的 好吧 还可以过牌 还能再过牌 好有力 对上牌来说 真的很有力 他竟然过到了两张牌 石化武器解掉一个 然后再上一个 再上一个三 三飞的那个 再来一个 那先图腾师啊 先海象人好了 是啊 先海象人 如果直接出个火石的话 那他是不是打算上 一加二呢 就一加二 也可以 如果你真的想要上 海象人图腾师 你肯定海象图腾师 就往最左边一丢 对啊 看看是不是火蛇 如果是火蛇 你还能吃点东西 还能省一个石化 是啊 一个石化 你还说不定能 丢个天师上去 多好 其实他刚才 好看一看出什么 有别的选择 三四三四 哎呦 一 他有别的选择 他的还有选择 就是上一加二嘛 天师加图腾 场面上更好 这样的话偏赌 如果穷稳的话 一加二场面 这海巨人就真的挡不住了 两个一 一个海巨人 海巨人挡不住挡不住 然后马桶一起 这一波非常的凶 超出了当前科技 什么 四费下巨人 两费下去 对方还上了两怪 那怎么打 萨玛表示我很郁闷 那就一加二 加二了 就一加二加二 一图腾 加个二 谁有魔物 然后撞过去 不能放一个 大肆已去 感觉 这个主要对方 还有阿古斯 这个太无理取猫了 你说只是这样也还好 还能够制一下防线 什么的 给他打一打 也还行 阿古斯魂火 阿古斯魂火焦了 好厉害 阿古斯魂火 简直不给人活路 就是把这个九血的 保持满血 要不要就用 九弓的去解一个 天师 解天师吧 因为对方三十血 没有 他果然也是这样的 就是加两个22 对加两个22 我是说 直接用海巨人去解天师 解一个好一点 解个天师 解个天师 这样最安全一些 其实他这个打法不太对啊 我会 先送掉伏笔了是吧 对 我会先把那个一一撞出来 好吧 这个就是一个伏笔 应该先送一一 考虑的不够细 这要少一个墙 倒不是说有多大的损 是吧 一点攻气是没有什么 再大损 总之这个是很明显的 小微 轻微的伏笔而已 比较明显 对 但是他怕凌晤火火 丢阿古斯吧 可能是 哦 他可能这么小 他先换掉 没有啊 他这样 就不管海巨人 就是他要先拿那个一一 去撞那个五 对 然后在阿古斯架起来 然后再打灵魂火 然后再一一去撞 这是这个小软来得好及时 这个软是神抽啊 那撞掉这个三宫 然后这这个加软吧 哇 这里他竟然下得了这个手 他还是解了 对啊 我觉得好惊奇 他竟然下得了这个手 他前面解那个天使是很正常的 嗯 他这个就是想绑飞刀 因为他现在手上没有了 飞刀能去过大量 然后散板表示我也能减 我可以大地震机加三 然后加个石化武器 砍你飞头 然后下一回合再唱个锤子 把你小软杀 直接提石化武器会怎样 好疼 直接提武器 超级疼 5点血 19血 超级 他选择石化武器加312冲锋 我觉得这样很好 是的呀 就石化武器加312冲锋 但是 你要想他两个石化都打掉了呀 没关系 没有过牌了 现在的问题是 他过不了牌 然后素食每回合两张牌 速食随时过到阿古斯 第二张阿古斯也不好找 历代没用 嗯 那就知道看有没有好一点的 其实我会把那里震机来的 嗯 因为我不想掉八 可能是比较索 因为我下一回合 丢踢锤子 可能还要 大地震机 留一手 应该是有用的吧 有用是有用的 现在把一一杀了 确实性有用 哇这里就直接是全输了 对全输了 提锤子欧印 还可以保一个21啊 21 敲一下就行 只是血量有点危险 又卖脸 不卖脸没有场面上流失 这里要是稳 还可以考虑选择摇一个图腾 因为下回合的打一可能能用 啊 卖脸 这一定要卖脸 不卖脸就是 怂 说好的 不要脸的这个选手 你都十号无期砍还对啊 还管那么多 这明显是一个不要脸的选手 怎么可能这个时候突然 我妈超爱我这张脸的 别闹 打了比赛我却一直不要脸 接着砍 这个孔狼还是可以砍 然后 这上合合的这图的 你觉得有必要吗 就直接上那个 打脸杂杂走的话 可以多点输出 多点输出 也可以啊 这里有可能会打到这个 鬼附很烦 打到小鬼手里 那还不如先 啊还好 还不如先上这个 那还打到孔狼 都让现在动物园好烦啊 动物园来个大哥就赢了 来个大哥 不行 我车王行 不靠 叫嚣 再分 抽 哇 感觉要被推死了呀 下回来个伤害就推死了 被翻了 动物园又是对局怎么又输了 好 长弓六点 手上四点 一共十点 随便来个什么闪电剑啊 之类的都能打算了 不上了 下回来个冲锋 来了一个很奇怪的 叫大漩涡 这里这个小鬼还是不方便解 可以全解全解了吧 哦 法强 我好 那就二三先撞这个时候不要卖两对二三撞哎为什么要卖二一啊 也 他现在打二啊他觉得 那那也可以上二三啊 他为什么不用二三撞 对啊 他明明可以保一个攻击频率的 哇一费成卡 百变泽鲁斯 他为什么 一费成卡还有一个比这个厉害 他刚才是可以保二一的多送了一个怪 不过问题也不大 这边 双小鬼自杀 这里别跑 哎呀 上两个小鬼自杀 换我一定上两个小鬼 对我也这样上 这里神兽大哥丢两个小鬼力点把这帮创死 就无敌了 好那我们也是看到了 那个不要脸的萨满还是赢了 对 萨满就是要这么不要脸才行 骑士不行 骑士要脸 那那瓦利拉 不是盗贼要不要脸 盗贼肯定也是不要脸 看来不要脸直列线有两个 一个是萨满一个是盗贼 好现在目前是一比零的一个状态 这个动员这把没有拿下来 确实非常的可惜 你上面的话会换什么呢 应该还是萨满要打下面的贼 还有一个是德 萨满跑了呢 我用贼 因为我要抓骑士 我不能让骑士跑掉 他既然拿了贼的话 他肯定是要把骑士吃掉了 对吧 对的 至少要先让贼走 对 他还上动物园呢 其实我觉得上贼好 上 萨满都跑了 我贼怕谁 我一定不能让这个骑士跑了 让骑士跑了太危险 那能让他的贼另有玄机 他表示我是一个专门拿来打得的贼 对的 动物园打死于其 其实只要死于其 其实有两个生平凤之类的奉献之类的就不好打了 其实我一般觉得有一个末日有一套就无敌 对 只要能清两波就无敌 一波不太够 一波有的时候会被冲死 上面这个手牌有点意思啊 一对三一对二 为什么他们还不换牌呢 现在已经没法看对方换牌了呀 对 是吧 是的 改了 就是你都是开始游戏之后才会 突然对方换好了 换好还是一对三一对二 挺好的 但是这个骑士比刚刚刚的一对三一对二巧 嗯 刚才是一公起 刚刚两平的 现在是一对鱼人 一对鱼人其实不卡手啊 只要摸一个王者就很强 王者未来 死对鱼 你上一个怪我上一个怪 瘫犯走着 这还要想 想一下可以 想下回合 先理理思路 对 先想想 我现在有一个海剧人 这个东西 大概你居是要卡手的 因为打骑士真的是没有什么 人家不会要报告的 不会给你机会上的 大概就是没有 然后恐狼前锋呢 好像也不太可能 那下回合上一个二四再抽 有什么东西都帮我拿 然后再看看 再看看这个黑石三番拿什么呢 哎拿什么 我是不是应该先上 灵魂火力带 力带 力带吧 支持力带 支持力带 我们在投票是吧 对啊 投票 力带一票 力带两票过 小卵换掉 上个小鬼手里 实在是不换也可以 打脸也行 我觉得 对 打脸完全可以 打脸也行 因为 打脸是 这个摊 摊得挺成功的 对方没有硬币 可以打脸 就这么 逼你来换我 当然骑士也是没什么关系 飞刀恐狼 吃了 还能飞一刀 然后撞到这方封线的脸上 这肯定是要封线的 这肯定是要封线的 剩下一个1 还居然还是1157 针银圣剑 这里一定要封线的吧 肯定是要封线的 对啊 飞刀加恐狼两个人一起出的 飞刀恐狼七一就得交负线是吧 25选 其实也不是很慌 飞刀 飞刀加小鬼 好胡啊 这下慌了怎么办 上剑砍呀 上剑砍了场面上 还留一个小鬼 好吧 也没那么慌 没有那么吓人啊 手上有炎术石怕什么 炎术石平等已经有来了 手上有象牙骑士 这这点攻击对于骑士二爷挠痒 砍掉飞刀 他下火还有海马骑士哇 太厉害了 上骑士然后砍掉那个阿斯 好了 这 有没有可能换自己血 好像不会 那么我觉得会上 要你不上 那你怎么赢啊 不上吗 那怎么赢啊 再说吧 其实我会上的 我不管了 我欧英打脸 看到骑士就欧英打脸 因为他血量还很长 哎呦呦 回个石 回石啊 这还要想 回个石 绝对回石啊 复仇之怒有什么好拿的 他复仇之怒下回会可以清场 好吧 那复仇之怒 哈哈哈 复仇之怒下回会可以清场 不不过理性分析 理性分析拿 拿6费吧 因为打动物园 只要打到了10费 是我赢的是吧 没王者也无所谓的 对 好这边光螺丝来了 可以来一套 然后上个鱼人 来一套上个鱼人 对啊 来一套上个鱼人 对方被逼冲大阁 下回头上光螺丝 挨个丢呗 根本输不掉 好这边全丢 看到这里 我几乎以为 我妈超爱我这张脸 这次比赛就赢了 哈哈哈哈 好吧 具体结果是怎样的 我是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 我妈超爱我这张脸吻了 只剩下一个小德了 对方还有三个子言 没想到这个复仇之怒 也是卡手的 我还是觉得 应该打往这个贵人 因为这个复仇之怒 都找不到机会用 对 光螺丝上去拿一口 光螺丝就赢了呀 我靠光螺丝对方 啊 他要战力品加 成管 也 我 我倾向于 我也觉得光螺丝 光螺丝是 草粉回吧 光螺丝是逼对方去解的 解到后面剩一些杂毛什么的 没解掉的 再 打一波机关枪就是 其实这样也行吧 对吧 把对面长弓降得很低 自己生命性也没什么危险 他可能觉得这样比较安全 呃 其实光螺丝也很安全 两种打打法来看个性吧 嗯 王者归来到了 好了 这里光螺丝 这总该要上光螺丝了吧 因为上回合他光螺丝也不可能死 上回合一定光螺丝 这肯定光螺丝 今天算你走运 他可能想保光螺丝吧 因为这么点好像光螺丝竟然还死不掉 是 死不掉啊 死不掉 再看一下 还是死不掉 哎 哎 死了 死了 哥莫克就死了 听说我死不掉 哥莫克就死了 但是这个浪费好多输出啊 那一定要解的 该解的要 除了大哥以外全决了 大哥上去摸一下 然后再上一个禁忌仪式 把三个送掉 上个禁忌仪式刚好 刚好位置也够 大哥上去摸一下 好这里可以平等机关枪点 好厉害 可以点一波鸣 把这些全打死 然后转个报告兵 或者直接王者贵来把他输出转 也很厉害 这两个五四也很吓人 然后下一波再平等机关枪点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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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园看到这对面二十四点血量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样都没有 伤害就要挺多的 其实是什么 这样 小字可能想的是 对方一定猜我用贼 对方一定猜我用贼的话 他就一定用 就会用德 用德我就先用动物园抓 哈哈哈 反向思维 思维来思维去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 选手是很可能反向思维 觉得对方百分之百不会让 这个时候让我那么熟 他动物园彻底崩乱 风中凌乱了 这个动物园 动物园被两关了 风中凌乱了 好 接近 因为是闻死 平等机关枪打6再加4 死 没有他是奥达曼加基本枪 哦奥达曼9 正一间间也行 都行都打死 动画略长建议头 哎 如果 8 12 如果命不好 还可能剩1血 是吧 有可能 有这么一点点可能命不好 剩1血 因为对方加起来13 你能打12点 我曾经有一个大蓝龙和一个德鲁伊 站在面前 就一个大蓝龙 结果八下复生之路 都被打了 都打了大蓝龙 大蓝龙还剩4血 小德好发无伤 好的 那现在的话也是打成了2比0 对吧 是的 现在小智的话也是两分落后了 所以还是挺紧张 因为他这是最后条命了嘛 如果输的话就已经落败了 对方一路推土而来 这个威势汹汹 现在自己还剩下什么贼啊 3上 树啊 再上下 再上这个动物园 先把这个德鲁伊吃掉 对 再考虑别人 小智的想法可能是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德跑掉 而不是我们想的是 不管怎么样都不让骑士跑掉 那我们值得期待他这个贼到底是个什么吧 对 现在比赛里面用贼的还是不多对吧 这一次拿出贼也是不容易 非常少 其实上贼还是蛮需要勇气的 非常少 就整个秋季赛的预选赛什么来看的话 什么贼末啊都属于稀缺职业 嗯 现在感觉玩贼就是缺奶嘛 嗯 大家看下一局吧 嗯 诶 上德 德 对 德 无所谓了 都只有这么一个 德还是怎么都要打的 他爱怎么打都无所谓了 没有排兵不正这个说法 就是一个职业对吧 能赢我就赢 你无两次的还慢 这个棋手全换 上方换过牌吗 啊 上方换过牌没 都都还没换吧 其实只是卡住了 他们可能已经点了 嗯 我说上方如果换过牌 这个棋手好爆炸 要命了 卡四轮 变脸变四轮 太吓人了 这个棋手 这简直是内战不能玩的棋手 就换吧 得打得不用流浮度 他们打的时候都是这样吗 五秒再换牌 呃 掐表 现在据说掐表的新方式 卡四十 掐表 这种违心的东西 我一向都是不信的 嗯 因为我卡就没成功过 我我从来不卡 我从来都是靠脸的 右手第一张 好 双方这个棋手呢 都不能算做好 嗯 但是几方这边两个根须 敌方有激活 嗯 敌方同样有个巨人 浪费一个位置 嗯 你看后手根须就是不厉害 先手根须的话 对方还得硬币咬 或者只能让你白打脸 是 后手最厉害的应该是硬币两队跟须 再来一个根须 四个 然后直接加一加一 嗯 对面得出一句疯 激活蓝龙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更好 就激活蓝 激活蓝龙里里牌 又来了一个横斧 愤怒 过 嗯 愤怒过吧 卖一比一吧 我觉得是一个硬币比一值钱 是的 因为在子洛兰那可以换算成很多东西 好了其他人摸脸吧 愤怒变脸 这局是不是又是一代光环的赢了呀 其实这里可以考虑考虑很少少的 考虑考虑而已 还是会选择愤怒变脸吧 他可能想要理张牌吧 对过一张牌五费没生物 其实很少是可以接受的就是 这两个很少的有多 成长 紫罗兰 这肯定上紫罗兰 好了这个回合由于你没有任何跳飞手段 你只有五个费你是解不掉这个紫罗兰 除非你激活 熊的跟他对趴吧 那这波就成长硬币 什么之类的 我没什么用吧 这里 成长硬币猎豹变脸 解不掉 可以解了 不可以解不了 好像 先上一波再说吧 我觉得 成长先交了 然后野心之地 再考虑要不要硬币变脸 如果没必要的话硬币就留着 下户是七费 七费硬币 倒也没有什么赛大流斯路赛大流斯 还是选择了一个硬币 对 全升了吧 全升了 然后加一加一 跟对方打场面 对方没有激活双方扫的话很难解 就看你留硬币有没有用 这个硬币是换二的换不换 硬币换二 我觉得值 硬币换二换的命 除非这个硬币能跳一些特别厉害的生物 否则我觉得硬币换二是值 是ok的 嗯 这个生意可以做 好的 最终选择硬币换二 然后变脸 咬不 咬熊德呢 咬 咬 咬他 换五我就咬了 对 咬就是为了下回来龙铺路 是啊 咬下回可以变脸把它解掉嘛 反正现在很健康 不要脸 脸是什么东西 先咬再咬 这么长的血量肯定是要咬 嗯 这个下方已经 哪怕这个咬了没用也先咬再说 光环护其 咬下回不一定用得上 很少 很少 很少根区截止路牌 场上还有一堆一一 一堆二二应该是 蓝龙再变个脸 咦 还是蓝龙变脸 还是蓝龙变脸好一点 蓝龙变脸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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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考虑蓝龙变脸 是要考虑蓝龙变脸 考虑蓝龙变脸 然后也要考虑一下对方有没有二号龙变脸 他觉得 上树的这个威胁好像大一点 如果对方解不掉了 哇 他打得 他竟然这么大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蓝龙给的怪不好 或者你摸的怪不好 那你下一步其实挺尴尬的 没事下回上末日再说 对吧 下末日 也行吧 哎呦 我给了个双发枪 然后这边发枪 狗头人 末日对方赶得上螺丝吗 不干嘛 我觉得不敢 看一下如果自己手牌多的话就赶 手牌其实也不是很多啊 蓝龙末日怎么样 这里上蓝龙加末日 我想想他打了几张啊 好像还凑 所以这里上末日的话是不够的 一定要再上个怪 不管你是上狗头人 我觉得上蓝龙吧 狗头人留一手 狗头很少难道不比蓝龙很少屌 蓝龙 打6打3的很少还是挺强 对啊 哇他竟然卖了狗头人 净化的狗点都不爱惜狗头人 对 蓝龙可以过一张牌 狗头人现在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会长看到狗头人被送了也很伤心 上罗斯 就三二换掉二 上罗斯 这没道理不上吧 我跟你拼了打50% 他打很少的 很少变脸 很少变脸 场面 拖一个回合 那等于什么场面都没有 是 你没有建立新的场面 那不如螺丝啊 还交了一发很少 螺丝好呀 真的螺丝好呀 好 这样对方可以散打流丝 螺丝如果打脸的话 这个也不错啊 散打流丝吧 散打流丝强一点 刚才上罗斯好呀 上罗斯的如果打脸的话 那么是不亏的 如果是结场的话 那么是大赚 这么简单的生意 这个 这位选手竟然没算出来 看来平时 选手数学不够好 哈哈 乌鸦神像 哎呀这一波爽 各找一张 啊这个没啥用 这条龙能不能早点上 他有路窥 哇如果能上 野心之力 哎野心之力少拍 野心之力 强 野心之力可以当场打的 这样的话还不死 怪还不死 二手竟然也是快下来了等会 好厉害啊 这边也是四五一 嗯 还是要先处理对方怒亏的 我先找到他了 禁忌鼓速好强 愤怒好强 嗯 咆哮也不错啊 咆哮这回会有用吗 有啊 可以解掉两个 愤怒变脸就可以解了呀 对啊愤怒能过张牌 愤怒变脸就可以解掉这个路窥了 愤怒变脸就可以解掉这个路窥了 好笑的话你也是拿脸去刷 对对对 杀一个四目 一个还能过个牌好 能过一张牌还是肯定过一张牌的好 这肯定是解路窥吧 啊这肯定不会不解路窥吧 这再打片就完了 再打片也报警了 愤怒打在路窥上这就完蛋了 就完了 螺丝加 二二 啊 螺丝加巨人 怎么样 他好像没有选择这样 他可以先来 哦 这样也行 变脸螺丝 你到底螺丝不螺丝 他加上二加四 本来话是不是可以打一费的小数秒打出去 然后螺丝还能再加上一个巨人呢 是的啊 选手一点都不相信自己的螺丝的 那带他干嘛 就完全螺丝 螺丝表示很久以前就想上了 他这个螺丝是这种打固定把的气枪选手 对打固定把的移动把不敢打的 移动把从来不打 这螺丝在手上这么久的都不敢出 螺丝很生气 既然你不信任我干嘛要带我 本来我还可以帮你带球过人 打死对不对 打两炮 其实上螺丝真的可以 因为就算场面不可收拾 我依然可上游戈杀龙 对啊刚刚那个回合上螺丝其实挺赚的 就螺丝很赚啊真的是 就刚刚这个回合不上螺丝 前面那个回合不打末日不上螺丝还能力 那还可以考虑考虑啊 因为确实脸不好的话有些说是不会这么打 好了现在对方是一个四一个五 然后你一个奥数巨人一个螺丝又来了 又可以上了呀 那奥数巨人螺丝这个总简单了吧 这该上了该上了 是我考虑打脸吧要不 对方要打死血挺难的 是 好吧结场也说得过去 但我觉得为什么不解蓝龙呢 对啊蓝龙危险应该更大压 这不是有点奇怪吗 这这这这什么情况 这这不是应该解蓝龙吗 解蓝龙剩四血的话更健康 剩四血愤怒什么的 不是如果对方手上是横扫根须 你不是要疯 什么蓝龙横扫根须突然被你翻了 这个法强这个东西还是能处理就处理掉吧 这个东西太烦了 就是明明有一个法强和一个武士 对啊对方多一点攻 应该是解法强的吧 怎么都应该是解法强的 怎么都是解蓝龙的 这下螺丝不好发挥了 因为场面上太多东西了 还有一个禁忌仪式 杀猫一对对 万一他过到一张愤怒不就翻了 嗯 横扫之类的 来来看一眼 禁忌虎树吧 杀了一个小树苗 哎呦这个 这这张牌灵魂出窍了 这把比较这这下简单 就直接 变脸解个1然后 就看螺丝发挥啊 对啊看螺丝发挥就可以了 看螺丝发挥了 螺丝打脸就赢了呀 血量无药成下早很少赢了呀 我妈超爱我这两脸距离胜利 乱去之近 他的场面是两个1 星辰堕弱 星辰吧 星辰可以解掉三个 星辰变脸啊 星辰变脸 星辰变脸就只剩一个 星辰变脸 三个对只剩下一个 然后直接打脸 然后打脸啊 就打哪都行啊 打哪都行啊 那不是他赢了吗 为什么会出现转机呢 难道对方右手第一张尤格萨龙 出现了莫名其妙的事情 下降了 财了 那这样的话三比凝 恭喜我妈超爱我这张脸 赢得了 我只能说这个比赛 Morgan 从上一个中锅胜出现 忽跟打一一之后就 我们小智同学就有点神志不清 我本来还以为是小智出现的 不是 我之前听你们剧透说是小智出现 可能是我语文水平不够好 看错了 看错了 对啊 我一直以为是小智 我也一直以为是小智 我还以为他是小德这边穿三了 所以我以为他右手第一张 抽了一个游戈萨龙 然后翻了 翻了呀 就突然这什么又回血又三宝 什么这种把他打死了 结果我们连盗贼都没看到 对盗贼都没看到 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盗贼是什么形态 太让人失望了 那我们也是休息一下稍后给大家带来更为精彩比赛 别让部落 就此灭亡 啊 啊 鸡音调 你看彌点火 的